电话接不停 新店警分局侦察队 在蔡总统父亲牧员前站纲 传出私底下还抱怨 怎么变成了牧员管理员 不免日前统派团体 到总统父亲蔡杰森目的外抗议 新店警分局侦察队 三月起加强巡逻 就在总统爸爸蔡杰森的牧员正前方 有一个监视器半年前就已经架设好 能够看到这边的一举一动 除了监视器能遥控最新情形 牧员外的巡逻点 也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 以每班二到四人编排勤务看守 甚至将附近拦酒驾的地点 盖到总统父亲牧员山下入口 以酒策为名义 拦查可移车辆 在这边就算有人 也都是坐着没有站着 巡逻警方态度低调 不过这里未来势必更是执法重点 总统母亲三号辞世 据了解总统母亲张金凤 将会和父亲蔡杰森葬在一起 下葬时辰也特别挑过 四月二十号和五月八号 都是适合下葬的五合日 四二三更是六合日 因为母丧总统出访非洲 也预计落在母亲入土后 父母合葬 总统尊重家人安排 但就怕抗议民众跟警察玩猫捉老鼠 让基层远景疲于奔命 就皇民君家园台北报导